有時候你是體質性 因為女生就是很定期的 你到週期到那段時間特別覺得 可是如果說你看男生 有時候明明就是一個壯壯的男生 平常也都覺得OK 開始覺得最近好像特別的怕冷 到後來是發現她不只 開始怕冷 好像常常會有一些感染 或者肚子不舒服的狀況 然後她老婆就說 好像不是只是身體太累 體質虛 所以怕冷 就趕快叫她去檢查 就一檢查不得了 後來發現 她是大腦 哦 為什麼大腸癌會讓人 因為她的大腸癌呢 她並不是長在比較末端 她是長在比較前端 所以她其實一直有一些 在腎血的狀況 所以她其實是平血 她平血之外呢 可能再加上她 她地方的狀況也沒那麼好 所以平血加低血壓 造成她變成一個男生怕冷 所以有時候你如果 平常都怕冷 那可能就是體質 可是你突然間本來是好好的 開始異常的怕冷 要考慮到你可能出現 這個最常見的其實就是 手腳真的是冰冷 然後大家都說 我是Elsa 那妳還不穿多一點 然後所以 可是 可以雞 可以雞 妳是後活啊 她穿那麼少 媽媽看得很刺眼啊 所以大家好 我是 就是我是平血 根本 妳還不穿多一點 又這樣嗎 有 因為地方媽媽沒錢買衣服啦 然後 所以我就會用那個 小 我的兒子 小時候用不到的衣服 我就會自製暖暖包 而且我裡面裝的是過期的紅豆 有沒有很省 而且就是你只要微波 三分鐘 好溫暖喔 就可以拿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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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溫暖 妳不要先拿那個罐要上的 好溫暖喔 妳熱多久了 真的耶 這是我 三十分鐘前微波的 熱到現在 還滿年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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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小時 她可以重複用嗎 妳不重複 可以重複用 她可以用很久 這是自己幫媽媽的省錢 我想買 妳做給我一個好不好 對 而且像黃醫師手上那個是 黃醫師手上那個是 就是生理期放在肚子上 放肚子 放肚子 嚇一跳 嚇一跳 而且很痛 裡面我會加就是 甘薑 然後艾草 然後還有茴香 因為這樣子你就會幫助 它那個比較不會痛 然後會暖 所以它不只紅豆還有那些東西 對 而且你微波以後 它就會有紅豆的香氣 然後像是心靈姐手上那個啊 就是老公工作累啊 或媽媽五十天 就可以放這個 丁香茴香愛牠 妳說我覺得這樣不適合妳 對 我覺得這樣比較適合妳 妳是不是這樣撲起來 沒有 我可以示範它怎麼用 示範它怎麼用 就是 它就是 把它 這個脖子的地方架在這邊 所以它是可以暖到脖子 厚緊的地方 而且你看這個就是 這是我兒子小時候用的衣服 是不是 暖身又暖心 對 妳現在說話 終於有點說服力了 這個我帶回家 謝謝 但是其實我們都講說 剛剛覺得 冷好像對健康有一點問題 但是暖昏昏的身體的話 是不是健康真的會比較好一點 當然非常重要 你知道體溫上升一度 免疫力可以上升 沒有被 對 真的好強喔 所以說 為什麼小朋友會發燒啊 你知道我小朋友發燒一度 事實上是他的免疫力 在跟那些細菌維生的左派 所以發燒要把我們的 不是這樣子發燒 是把體溫 不要讓它掉下去 那第二個就是說 血壓就類似我們心臟在舉重 你100就是舉100 150就是舉150 那血壓如果舉到180 哇你舉100 那你心肌如果沒 你要舉越重 心臟耗氧量就要越大 那時候你如果已經 本來就本來還好 可是你又類似你平常一直在舉重 一會兒就心肌梗塞了 所以這個要特別注意 當然還要減少血栓相關的疾病 最近很多當然心血管 腦血管 很多那個什麼 深部靜脈酸塞的 在天氣冷的時候 都很容易會發作 這一下去都是有可能會致命的 那另外就是 其實不只這個 你會發現最近很多老年人 跌倒啊意外特別多 所以在天氣冷的時候 你只要晚上 跟你老公搶棉被 搶了那腿露出來晚上很容易抽筋 天氣冷很容易抽筋 關節不靈活 那老年人如果說在洗澡很冷 他們有時候要趕快穿褲子 不小心就滑倒 在寒流來的時候 那種老年人在浴室滑倒骨折的 那個機率比平常多了30% 所以這個時候事實上 務必要把它保暖這件工夫做好 因為我真的是很怕冷 剛才講然後我每次就是 就是我有各式各樣的發熱衣 跟保暖的工具 我每次去日本 我只要看到最新款的發熱衣 跟發熱褲上市 我一定就少 集暖就少 然後還看過有一個那種 一是美國的牌子 它那種上面寫32度C 那個我也買 然後全部買 裡面有內刷毛 然後羽絨衣呢 就是厚的薄的 短的長的 有毛的 我全部都會買 然後但是除了這些穿的之外呢 我就是暖暖包不用說嘛 然後我後來就是 因為暖暖包你實在消耗性 所以我就買那個電暖蛋 對 它就是很酷 對 那我還沒有 它是充電的 然後你這樣開了它就會發熱 對 那就可以握在手上 然後有時候可以抱抱 就是充電的就對了 對 這個留守漢USB的充電 比較安全一點 然後 除了這個以外啊 就是買東西之外 我還可以教大家一個 我覺得我自己試過滿好的方法 就是如果跟我一樣很怕冷的人 你可以家裡有薑有沒有 薑把它拍碎 然後切碎的 然後把它放到布包裡面 然後丟進去熱水裡面泡澡 你整個人就會有一種薑母雞 沒有 是 整個人就是會有暖起來的感覺 而且你洗完 就是整個人再去睡覺的時候 整個人會覺得就暖呼呼的 那不就全身都有一點薑味 不會到那麼嚴重 所以你會試這種方法 對 這個還滿有用的 對 我比較好奇發熱衣的原理是什麼 最傳統的一種叫做 這個保熱 這個蓄熱保暖 這是保熱喔 就是我們體溫蒸發出來熱氣 不要讓它散發出去 對 像這種材質類似 比如說羊毛啊 或者比如說棉類的啊 棉袄類的啊 它利用這個空氣的蓬鬆啊 這材質讓它隔絕冷空氣 所以它把身體的熱量蓄熱保暖 就這一種最傳統的材質 對 那麼第二種材質呢 它叫這個 西光發熱 那什麼叫西光發熱呢 就前期很流行叫那個陶瓷材料 遠紅外線的 需要光 就是西光發熱那一種 但是它的缺點是這樣子喔 常常洗的時候 奈米那個陶瓷材質 就奈米的陶瓷材質就掉了 所以它這個 報銷力還是滿高的 過於政治可能效果就不好了 叫西光發熱 那第三種最近很流行的 非常流行 叫發熱衣 對 所以發熱衣它的材質要注意喔 它的材質標呢 一定要10%以上才有效果 那這種材質呢 叫聚餅西酸汁的 要這個10%以上才比較 對 西酸汁 對 所以它那個材質標 好難喔 我們聽我的數也好 沒錯 它都會有材質標 它都有百分比 因為它都有混合在一起的 它比傳統的聚脂纖維還好一點 發熱原理是用 所以吸濕放熱 所以吸濕放熱 這身體不是有流汗嗎 對 那流汗的水蒸氣嘛 那水蒸氣就是氣體的熱 它把它凝結起來變水 變水 那麼在這個材質裡面吸水的時候 吸汗的時候同時放熱出來 所以叫吸濕放熱 那麼剛剛吳寶媽的那個雨衣 那叫風衣 最外層 因為它阻止風跑進來 如果你再發熱衣再好 你外面沒有風衣隔絕 你還是會冷喔 所以應該怎麼樣呢 保暖衣是最貼身的 因為它身上會流汗嘛 所以它是吸濕放熱的 保暖衣最內層 那麼中間層應該是怎麼樣 所謂的剛剛提到的 叫做 蓄熱 保暖型的 它會讓你很舒服 那麼最外一層 其實就是那種 然後手腳 OK了 不過剛剛佩舅講到就是那個薑啊 很多人都說薑好像真的可以保暖 這樣子 那這樣用法是對的嗎 還有雖然如果發熱衣有什麼要注意 通常你泡的水不會是冷的 所以你水還是因為水會給你溫暖 那薑給你的感覺是因為 薑通常還有一些刺激性 就像你貼什麼辣椒糕或貼什麼 你會有局部的那種刺激的辣辣的熱的感 那身體對熱跟辣的感覺有時候它是很像的 所以你會覺得它好像熱熱的 它其實還是辣的 但是至少你泡的 泡的那個水會讓你覺得舒服 因為它也是提供溫暖 所以那一陣的時間是有溫暖的 可是如果你不繼續保暖 把那個體溫hold住 用這些保暖的東西 它還是會易散開來 所以還是需要外在保暖 但是如果像有皮膚過敏的人 是不是不可以就這樣泡了 沒錯 如果你皮膚有時候是比較刺激性 或者是你本來就是這種缺脂性的皮膚炎 就是你比較冬天來就會癢的這一群人 其實是不建議這麼做 因為高溫跟四肌跟泡太脊 都會讓你雖然熱 但是接下來就會可能是 皮膚癢 或者皮膚癢 甚至開始脫血 所以很久 可是另外一件事是 發熱液也有相同的問題存在 因為剛才博士有介紹說 發熱液它的材質不一樣 它適用的情況就不一樣 比如說很多人都說 你說那個聚餅吸酸質 它是最好的 成分要越高越好嗎 不一定 所以你如果太多 有些人會覺得 穿起來真的整個就很不舒服 甚至醫師也不建議穿著睡覺 因為你如果穿著睡覺 有些人又開個暖氣 然後呢 你又剛好選擇是聚餅吸酸質比較高的 然後不是天絲的 就等於有些人就整個 穿起來都全身都是汗 然後變成那種濕疹啊 毛囊炎出來 就是他就說如果你是容易流汗的人 你可能是天絲成分多一點 那如果你是不容易流汗的人 那你可能可以穿聚餅吸酸質 但是不要穿成分太高 除非你真的覺得 你就是怕冷怕得要死那一款 對 但我今天還帶了保暖的小物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